你这大着肚子出来 不怕你们家杨小宝发飙啊 那她这小心脏也太脆弱了吧 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说她呀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伊林姐 从头到脚地打造一遍 让她家新公司啊 可以迷倒一片 这也太绿了吧 这不行 你的公司好吗 是韩志杰打的招呼啊 嗯 你就不怕韩志杰趁机要挟啊 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 韩志杰挺好的 我现在谁都不考虑 伊林姐 其实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你刚刚离婚 韩志杰呢又是高富帅 如果你真跟她好的话 林伟肯定气死 能不能不提她呀 真是 我告诉你们啊 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时间 抓紧 我们陪你逛街你还差时间 就是 一会儿我事多了呢 那你浓头发呢 哎呦喂 你现在对自己也忒好了吧 不是你说的吗 要从头到脚打造我 再说了 花子以前感觉不错 给我放回去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花别人的钱 感觉特好呢 那要是你的话 是喜欢花别人的钱 那是谁呀 在哪呢 马国保时节 你 你 肚子 肚子 还要不要 哇 啊 嗯 嗯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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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情况呢 韩总都跟我说过 他们公司的审计呢 都是由我们负责的 那么咱们也就 开门见山地说吧 在之前呢 你确实很优秀 但你毕竟 六年没从事审计工作 那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 抖得重新来 你看从初级开始 你能接受吗 没有问题 叫审计组的冯娟来一下 经理 这位是冯娟 这位是江一玲 以后你就在他这一组了 你好 大家手上的活放一下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 江一玲 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李明 你好 王芳 你好 我叫何磊 你好 我叫王琪 你好 我叫浩洁 你就坐这儿吧 这是你的位子 七千公司的盘点做了吗 没有 江一玲 这事就你去办吧 下午就去 李师傅 您好 好 你就叫我李伯伯吧 就你一个人啊 好 来吧 工人呢 我们这儿啊 每年都这样 一盘点 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就咱们俩呀 没准备吧 没准备吧 我再给你备好了 穿上吧 哦 来 来来来 进去吧 这里面 这里面可真够冷 我说你们这公司呀真是的 怎么不派几个男的来啊 他们都出去忙去了 你既然是会计 你们公司就该把审核来弄 这会计就是对对账 我实效全能 哎呀 你们派一个女的来 你说我不帮一帮吧 这也说不过脸去 谢谢您了 李伯伯 哎 姑娘 来看看 没错我就搬走了啊 哦 您先等会儿 怎么了 你的心真细 没问题吧 李伯伯 腰间斑突出 腰间斑突出 哦 不知道哪一个村去 就给我杠上去 呦 那 那您得多注意休息啊 我觉得这腰间斑突出 可能还真不能 在这么冷的地儿待着 要不然这样 您出去歇着吧 这儿您就甭管了 那 您快去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 快点儿就去 这又冷又累的 这别瓦身体折腾坏了 你看这时间不早了 咱们今儿给就到这儿吧 不行 我里边还没盘多少呢 没事 您甭管我 您先去吃饭吧 这一冷一热的时间长了 您受不了 没事 我能行 您不用担心我 您先去吃饭吧 韩总 最近公司颇得您关照啊 您客气了 是你们公司最近对我很关照 伊林在吗 伊林不在公司 去精彩公司盘点去了 最近公司活多 大家都在加班 希望您能理解 加班 你们不都是正点下班吗 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 我有我的原则 不管人从哪儿来 我都得试试它的成色 不合格的话 过了试用期我照样退 我跟您合作这么多年了 也了解您的为人 希望您能理解 完全没问题 姑娘 不是我说你 咱是跟人打工的 不是跟人卖命的 手都冻红了 就我一个人 我看这进度 我三天都冻不完 你三天就想弄完啊 去年两个小伙子 都花了三天时间 你一个姑娘一下 怎么能和两个小伙子比啊 我这刚是从冻库出来 你知道吗 零下二十四度 头一回体会 没事 你就别担心我 我告诉你这事 你千万不能跟他爸说啊 也就是几天的事 哎 那个放心吧 一个下马威下不到我 冷冻库里面 待时间太长 也容易感冒 不是明天你让那冯娟 多派几个人帮你吧 别别别啊 千万别 你们谁都不许来 我告诉你 就是他们啊 就是欺负我是新来的 其实呢 来点狠的我根本就不怕 怕就怕那种啊 表面对你不错 背后捅刀子的 行了 不用你担心我啊 你刚给我姐打电话 她现在被他们领导派到了东空去盘点 这都坏了都 这只能说呀 万事呢 开头难 慢慢就好了啊 小孩晚饭吃过了吗 嗯 吃过了 刚吃的 是啊 你上次说 因为向母出差 是不是去找她妈去了